有时候生活就是需要那么一点运气 他很喜欢这里 但也总有一些让人头疼的事情出现 比如眼前这只雄性仓鼠 仓鼠的领地意识极强 这只总是来串门的神情让他不胜击烦 串门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跟他出对象 但他目前并没有生儿育女的打算 无数次的驱赶也没能让对方死心 俗话说猎女怕蝉狼果不其然 仅仅一个月 他已经成了七个孩子的妈妈 而此时那只雄性仓鼠再也没上门纠缠过他 独子抚养七只幼崽 让他精疲力尽 为了保证充足的母乳供应 仓鼠妈妈必须要外出秘食了 好在后花园在园定的精心照料下 有着丰富的食物来源